快乐剪输一锣筐 请来两位好朋友 一起跟您讲他们的故事 先来介绍一下 这一位呢 说球的魏宁东 观众朋友大家好 胡宁也好 欢迎小魏 这一位踢球的 当然现在也说球的 商议 两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商议老师 据说商议老师 是我们快乐剪输一锣筐的热心观众 忠实的粉丝 这个每天到 改版之后 每天到10点20 都看这个快乐剪输一锣筐 谢谢 因为只有那个时间 有时间看电视 为什么 都根本不看小魏主持的 能蹭上一点边吧 哎呀 对 老师老师 来我的节目当嘉宾 对 因为你们俩太专业了 你说你们俩 这世界各国 哪国的球星球员 不知道什么比赛 没看过呀 但是呢 今天有这么一帮人 反正我觉得 他们是北京城里 这脚底下功夫 最厉害的人了 想请两位专家 帮我们给看看 中国功夫世界文明 而天下武功皆出自少林 中国足球虽然仍在路上 但谁也不能否认 足球的起源 确实是在中国 不管这是一个巧合 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功夫与足球 在中国都有着更多的交集 周星石拍了 奇思妙想的电影 《少林足球》 而功夫小哥 练就了纯正的少林足球 的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但更重要的是 要有坚定的目标 我希望网络功夫自求 带到C边上 我们功夫小子 一爱足球 我们一爱世界杯 一爱功夫足球 要是都有这功夫 咱们也能进世界杯吧 进不进世界杯我不知道 反正要是踢球的时候 碰上这帮人 我得离他们远点 这个倒沟 咱们在比赛里边见得多了 能做倒沟的人很多很多 但是这倒沟完了 他还能站着的 我也投一回见着 那就是倒沟一般 已经就躺下了 包括有的时候 可能就都受伤了 跟队员一冲撞 对 反正怎么也得打俩滚吧 刚才我们看到 小魏说的倒沟 其实我刚才还看 有那种 就像跟大力金刚脚 似的那种 其实在国际的赛事上 也应该有很多 这样的例子 有 他刚才这动作里边 有几个 我觉得基本上是属于 不符合足球规则 这个幅度再小一点的话 真是有几个不错的 还可以在足球里面用的 有一个后空翻那个球 如果幅度小一点的话 很像布兰科 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 加球过人 你比如说刚才咱 对